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网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网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Stream Buffer和Stream Builder 什么意思 都加个Stream 说明今天咱们要处理一下字符串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其实就一个 就是这个 字符串的叠加处理 因为咱们在自己的公司 或者说自己的项目的业务编码过程中 对于这个字符串叠加的处理 简直是太多了 每天都会遇到 就像循环一样 每天都会遇到 那么咱们经常会犯什么错误呢 就是下面这种错误 因为Java中字符串 它也是对象 咱们比如说一个字符串A 加一个字符串B 等于字符串C 然后C是AB的结果 咱们如果这样写的话 看起来好像是字符串进行叠加 其实是两个字符串的对象进行叠加 对不对 那JavaGDK内部 会给咱们做很多的转码处理 所以说这种写法 导致效率低下 那么咱们该怎么写 Java其实给咱们提供了两种方式 第一 String Buffer 这个是缓冲区 它给咱开个缓冲区 然后咱们可以帮帮帮 进行字符串的累加 第二 是String Builder 它给它建立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Builder怎么翻译呢 就是组装器 把咱们各个 String的对象进行组装 这两个类编码方式 几乎一样 区别在哪 看官方手册 一个说是这个线程安全 一个是速度优势 反正我做这么多元编码 这两个方式 虽然这么写 官方手册 但是我没发现有什么区别 既然它要写 这个线程安全的话 那咱们还是采用 这个String Buffer 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如果是采用这个速度优势 但线程非安全的时候 可能您在做的时候 需要锁一下对象 然后才对它编辑的话 也比较好一些 但一锁对象 肯定效率就低 所以我说综合考虑 推荐您使用String Buffer的方式 不过应该编码都差不多 好 咱们实际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首先是最慢的 字幕串叠加的例子 这个咱们一看就知道 有一个字幕串 Content 然后呢 帮帮帮 连加三行 我学习Java 我学习Android 我学习G2E 这都没问题 对不对 现在不叫G2E了 就JavaE 说G2E简直是N年前的事了 然后呢 帮帮帮 输出这个Content内容 这样做呢 编码看起来简单 但其实呢 是对象之间进行相加 Java他不知道你是 字符串 对不对 会导致这个系统的效率减慢 我呢 其实并没有实际感觉到 这样写会代码减慢 但是他官方这么说 我认为他肯定会慢 所以我呢 一般也不用这种方式 好 咱们再看一下 StreamBuffer跟StreamBuilder的写法 大家请看 完全一样 就是在new对象的时候 不一样 一个是StreamBuffer 一个呢 是StreamBuilder 其他代码 你看一下 Append Append 往这个对象里追加内容 完全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两个方式呢 既然现成安全 因为我在这么多年 变化过程中 做Java的时候 我真的就没发现 我说用StreamBuffer 能慢多少 没有 我说用这个StreamBuilder 真的就不安全了 多现场之间 就发生这个计算错误了 也没有 但官方既然这么说 我首先推荐您使用StreamBuffer 好 这就是今天的例子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应该不是很难 因为以前我做这个代码生成工具的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对象嘛 所以我真的是很有亲切感 好 拷贝过来之后 它怎么没报错呢 难道说StreamBuffer 就在我这Package里面 不应该啊 运行一下看看啊 应该有Import JavaTestle才对啊 试一下 居然不用 看来Java中 它默认的是 是在默认库中 是能够读到这个StreamBuffer的 好 那咱们看一下啊 这三行代码输入的内容 虽然一样 但是实验方式却截然不同 一个呢 是Stream加Stream加加加加 这个效率低下 极力不推荐 然后呢 是StreamBuffer跟StreamBuilder 编码呢 几乎是99%都一样 唯一不一样地方 就是这个声明变量时候不一样 当然了 它这个StreamBuffer 在这个声明时候 在这个new时候 还可以跟一些个 这个参数 我这个键盘 还可以跟一些个这个参数 比如说 我先开个多大的缓冲区 比如说 我先开一个 一天的缓冲区 等等等等 是可以做一些设置的 然后这个Builder呢 咱也看一下吧 呃 它开是不是为空 序列 其实都是一样 几乎都一样 所以说既然都一样 而且官方又说现成安全 所以说 还是推荐您使用StreamBuffer 这是我给您的小小的建议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呢 我对这个自乎串叠加处理的一些个给您的解释和演示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在取舍方面呢 我还是推荐您使用StreamBuffer 因为效率上呢 几乎感觉不到区别啊 那么咱们干嘛不推荐使用这个现成安全的呢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搜索代码咯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YouTube跟YouTube呢 供您观看 推荐你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啊 让我代码呢 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呃 您呢 可以随时下载测试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